郁金香种植达椅 嗨 我是海妈 我们种的郁金香有发芽的 有完全没有动静的 所以今天呢 拍一个郁金香达椅视频 一是选自然球还是五度球 一般说的郁金香都是 挖出来这个球之后 长期储存的环境温度是17度 这个球叫自然球 发色很多 色道球 乖 漂亮 型儿好看 12月31号 以前进行自然球的栽培 栽好了之后放到外面去冷 因为郁金香它需要低温 一个60天的过程 才能更好的分化花芽到开花 所以自然球就不能适合两广地区 五度球的点 就是用普通的自然球的品种 五到六度的这个冷库里面 60天它的花芽进行了分化 所以这种球呢 就全国势移栽种 表面一层难看 有斑点 有裂痕 甚至干瘪 五度球的栽培 发芽会比自然球要早很多 什么时候种日均气温 在一个15度的气温就可以进行栽培 也就是说像北方地区 9月份 10月份就要栽培 那南方地区现在栽种五度球刚刚好 用什么机制 什么花盆 栽培的话要种排水良好的一个土壤 埋进去的深度是10厘米 盆栽的话一个15厘米的花盆里面 种三粒球 盆栽的话泥土不能超过30% 有利于它发芽 球芯与球芯之间的间距是5厘米 就可以了 尽可能的给它多日照 给予更长时间的一个耐心 是否需要施肥 有根了之后就用美乐科种球形的肥就可以了 它先长根后发芽为上 开完花后怎么处理 坦白说都是两年生的作物 一次性花期一过 然后就把这个球拔起来直接就堆肥了 玉金香的品种推荐的话就有三个类别 一是入门级品种 红色长安 颜色很华美 很饱满的大花形碑状的品种 然后冬天更为冷的周期更长一点的人 更有耐性的人就去种一点重办的 例如说黑鹰熊 狐步舞展开之后有这么大 高手进阶的试试看中有一个叫 冰淇淋系列的玉金香 除此以外的话 碎裂边玉金香 鹦鹉系列的玉金香 好了 关了海猫 陪你种玉金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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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